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我是东哥 这一期的视频呢 就为大家分享 一道往事点心 它高 高档的 土豆淀粉 这个一定要好一点的 高档一点 然后 材料有虾仁 还有肥猪露 还有姜末 和葱末 现在把虾味道腌一下 放入盐 味精 胡椒粉 香油 料酒 我们把姜茸放在里面 葱花也放在里面 然后 换一点 土豆淀粉 一起搅拌一下 好 然后把这个肉 也放点味道 把这个肉分开腌一下 然后等一下要放在一起 放在虾里面 我们同样放点料酒 香油 香油 放一点点生抽 这个肉放一点生抽 这个虾就不要了 然后搅拌均匀 好 我们现在把土豆淀粉 放点开水 烫一下 搅拌 一边搅拌一边倒 烫了 把它烫一部分熟了 然后把肉沾的水 弄出 一把水 烫一半 一把水 一把水 就会在水 鱼 西裸 面 尽 鱼 鱼 好,我们把它倒在案板上面 用手揉成面团 好,我们这个时候放点油 再揉一下 把这个油倒在这个纸上 把刀放在这里 我们做的时候这个到表面抹一层油 好,我们现在把它可以把它切成筋子 筋子切得跟做饺子差不多到 好,我们把剂子放在案板上面 用刀慢慢压,压成面片 好,这面片就直接可以包了 包成什么样子呢? 你看你的手法 包成饺子一样也可以 你不好看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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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面皮就不能打 如果像饺子皮这样打呢 它就打不起来 一定要用刀 放在案板上面 压出面皮 我们每一个虾搞呢 里面有一只虾在里面 放不放肉也没关系 你喜欢,你喜欢放链肉也可以 不放肉也可以 但是这个虾饺呢 就不能放水里面煮 一定要上笼蒸 蒸出来的虾饺的皮呢 就是很筋道的那种 吃起来很筋道的 外表呢 外表呢,就是透明 蒸熟之后呢 我们从外面看到里面 看到里面的虾 可以看到里面的馅 完全透明的 很筋道的 好,我们包包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包一笼 蒸一笼试试看 看看怎么样 好,我们把水烧开 然后把蒸笼放上去 大概蒸个五到六分钟就可以了 好,我们的虾饺蒸好了 你看 都是透明亮丽的 好,下角就做制作差不多了 喜欢东哥的视频 请点点关注,点点订阅 谢谢大家观看 下期视频再见